大家知道2017年的最重要的趨勢有哪一些嗎 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 一個是智能的革命 一個是場景的效應 智能革命因為最近這段時間的軟硬體發展得飛快 所以讓整個運算的速度 能夠達到一個服務所需求的範圍裡 特別是運用在金融服務這些領域裡面 現在其實有很多廣泛的實際的案例 譬如說是在理財上面的應用 這種聊天的機器人Trapball 它是有辦法協助你來做理財的範圍裡面的一些相關的諮詢的 那這些領域都落實的應用在日本、德國這些先進的國家 那也造成這些組織裡面開始有一些思考 這個能力上面怎麼樣去做一些因應或調整 那第二個區塊是在場景效應 那場景效應是因為有了行動化之後 在時間跟空間裡面 每一個人都已經可以隨時隨地的上網 那既然可以隨時隨地的上網 在提供產品跟服務的人也要回來思考 我怎麼樣幫客戶在隨時隨地上網的過程裡面 讓我的產品跟服務能夠有更升級的價值的表現 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兩個趣事 我好看 感谢观看